周杰伦 周杰伦想必大家都是不陌生的 周杰伦在华语乐坛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周杰伦一统华语乐坛很多年了 从2000的时候 华语乐坛便是周杰伦的天下了 四大天王都不及周杰伦的影响力大 周杰伦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是一位跨时代的音乐人 做词尤其是作曲能力 属于乐坛顶尖周杰伦不但红遍亚洲 就算国际上也被认可 外媒把周评伦中国的迈克尔杰克学 或者中国猫网 世界十大鬼才音乐人 周杰伦在国内的影响力 就更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演唱会去的小城市 都要连开两天作物虚席 可见粉丝数之庞大 好几首歌曲被写进了教材 青花词就是最好的代表 已经被学生们广为传唱了 周杰伦 当时随心创作的一首《爱在西元前》 更是被当作了高考题目 这是很多歌手都没有过的经历 但是周杰伦做到了 周杰伦有 这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周杰伦的影响力 和实力是有多大多强了 周杰伦四次参加春晚港台音乐人之最 十六座金曲奖 也是金曲奖记录保持者 此外还有周杰伦日 有以周杰伦明明的小行星 这些都是影响力的表现 还记得读书时代 红遍大江南北 你们这些小迷妹播的就是他的歌